小灰兔的智慧 上集 森林里住着一只快乐的小灰兔 它非常乐观 它知道森林里有很多比它厉害的动物 鼻毛 鸡子 老虎 但是小灰兔从来都不惧怕它们 这天 小灰兔像往常一样 嘴里哼着小吊 蹦蹦跳跳地去小溪边喝水 这时 沙滩上坐着一只小白兔 它好像很不开心 于是 小灰兔走到小白兔身边 小灰兔关心地问 小白兔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小白兔摇了摇头说 我身体没有不舒服 就是感叹命运太不公平了 你难道不觉得在所有的动物中 我们兔子是最不幸的吗 小灰兔笑着说 我生活得很快乐 怎么会不幸呢 小白兔说 大象 有牙和长长的鼻子 谁都不敢欺负它 刺猬 浑身有尖刺 老虎拿它也没有办法 这森林中 大大小小的动物 都有各自的防卫武器 我们兔子却什么都没有 要生存下来 多么艰难啊 小灰兔说 是的 他们都有对付别人的力气 虽然我们没有力气 但是 我们有智慧啊 你不用羡慕别人的能干 或许别人也在羡慕我们呢 navigating到曾耻尔子 祝你自己家里面的人 你这么久 你还是很 Option